男人跟你谈恋爱不愿意公开意味着什么 不愿意公开你的人啊 可能喜欢你 但也一定喜欢别人 这种人身上的这个桃花债一定很多 你要不相信听完我粉丝的故事啊 你就知道了 那是我一个二婚的90后女性 谈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男朋友 两个人交往呢也一年多了 但就是既不公开也不带她去接父母 而且只要她一问 她那个男友呢就会说 我父母啊 直到以后会反对 我不想给你带来负担 来做借口 这刚开始我这个粉丝呢还真信了 直到有一次啊 他跟男友出去约会 恰巧碰到了一个熟人 他男朋友就带着他呀 东躲西藏 那一刻他心里突然起了一心 所以就跑来问我 说男朋友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那我当时一看啊 我说你说对了 只不过你才是外面那个人 他一听很惊讶 说他们两个人已经谈了一年了 不可能吧 那然后我就问他 你男友是不是经常背着你偷偷打电话 是不是一到节假日就出差 也从来不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 甚至你的朋友也不想认识 他听一句 点一次头 我就说呀 这些其实都是老天给你的暗示 你那个男友不但自己有老婆 还有孩子啊 只不过因为是夫妻异地 所以总是见不到面 这也是他为什么总要节假日出差的原因 他就是要回家见他孩子和老婆 我这个粉丝一听完非常怀疑人生 但他还是抱着希望问了我一句 那我们两个人后面有没有结婚的可能啊 其实这两个人是一点结婚的缘分都没有 他那个男友跟原配的缘分很深 两个人一起已经走过十来年了 而且孩子也非常懂事 在外人眼里 他们就是一家非常幸福的人 那么就可惜了我这个粉丝了 他本来两个月前呢 能碰到一个携手一生的证员 于是就这么被错过了 之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赶紧断了几个关系 不然两个月之后啊 你男朋友的老婆会发现他背叛的蛛丝马迹 那个时候你周围所有人都会知道 分开之后你不要再和对方来往 这样你才能在一年后再次遇到你的证员 你才能开花结果 那他也是很听话 现在已经结了婚 还生了一顿双胞胎 而他那个男朋友跟他断了之后 依旧跟别的人花天酒地 最后被原配妻子发现了 落了一个净身出户 还丢工作的下场 所以没有公开的感情 就是在给别人留位置 我给你举个例子 恋爱不公开 其实就像你坐到一个空的出租车上 但是司机就是没把空车的牌子给吸掉 你很疑惑 你就问司机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司机说 生活不容易 你看看咱们能不能碰到一个拼车的 所以你懂了吧 如果你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说出你的纠结